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闪出的那一瞬间直接把我打成大残 队友也是一个残血 我们先把这个血包加上 我们看对方的话是冲了出来 应该是想趁我们两个残血想开始忙我们 但是的话我这边是把它扫了一下之后 它好像又缩了回去 那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去绕一下 从这个侧面绕一下千万不要从它脸上跑 这边绕过去同时发现它并没有露出来 那我们直接再往前顶 因为前方的话是有一个队友 可以给到我们支援的 这边走到近点 发现这个人的话就在我们的脸上 果然它是选择冲了出来我们就跟它直接对枪 把它给成功的击杀 这一步的话也是非常的凶险 刚才的话也是感觉对方枪法比较准 瞬间就打着那个残血 然后这里也是继续的开着车 来到这边那个草舵附近 发现这个草舵附近的人 在跟另外一个方向人在对枪 那我们的话也算是一个第三方 势力加入来看一下 直接把对方的一个人给击倒 击倒之后再把它给开车 把它碾死 然后再把另外一个人给击杀 那它刚才是在往前面看的 他们在跟另外一方在对峙 那我们再看一下刚才 他们在打的那一队人是哪里 这里看到前方是有枪声的 一个蹦蹦车 蹦蹦车旁边是有一个人的 这边过去准备去扫一下 这个离的有点远 腰式的话可能不太准 这边拉近距离之后再去扫 现在它的车是出现了打滑 也是果断下车 我们直接把它给扫死 这个人的话也是跑也不是 不跑也不是 刚才我们那个车还有油 都是已经损耗殆尽了 所以说我们想换一下车 但是没想到对面的一个树的旁边 是有人在歪头瞄着我们的 我们也是赶紧先把它四位镜扫射 击倒 击倒之后的话 可以去选择两个人一起往前顶 压到近点去看一下 这边往前面跑 看一下前方是突然闪出了一个吉利福 直接去把它给再次扫死 那这边的话两个人部门给全部的击杀 然后继续来到安全区内 看一下这个安全区内的话 这个马路对面是看到了一个小黄衣 这边继续去扫 把它给击倒 击倒之后的话 他的队友看一下 有没有在这个附近 来看到前方这个树的旁边 又是发现了一个人 那这里的话也是直接把它给扫死 扫死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在这个房子里继续待着 因为这里还是圈 但是现在的话已经不是圈了 我们看前面还有个小黄衣 也是准备跑毒 但是我在打他的一个同时 是被身后的人给拘掉了 那我也是不知道 这个身后的人是哪里 不过他们是圈里 我们可以先不管 刚才这个小黄衣 应该还是在往我们这边跑的 因为他是要路过我们这里 那现在是不太知道 小黄衣的一个位置 我想去拍下喝下饮料 但是我们看前方 看到小黄衣了 他是在往下跑 队友是已经打了他两枪 我们这边再过去 直接去把他给击杀 这个队友是把他给带走了 那我们这里再去往前走 看一下前面的话 就在往这个安全区内跑的同时 发现前面有一个小黄衣 这怎么人人都爱穿小黄衣啊 把他给带走之后 然后再去往前跑 这边的话已经吃到毒了 这个毒已经很疼了 然后先把这个血给他补充一下 补完之后 再来到这边的一个小斜坡 看一下这个人 这个人的话是有一个三击头的 我们现在是没有头 那就把他给击杀 拿到这个头盔之后 来到这边的一个高坡 也是一个反斜坡 我的身后肯定是不会有人了 我们看左手边是出现了 枪声队友位置 是出现了一个对手 那配个队友把他给带走之后 然后再来看前面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此地无因三百两吗 直接是混了一个烟 那他这样混烟之后 我们是肯定知道 他的一个位置 肯定在这个树的旁边 果然是刚才看到他露出来一点 先是用这个雷 把他给炸了 现在走位已经开始 暴露在我们的视野之中 来直接四倍镜扫射 把他给成功的带走 我给你们这些精彩 好玩的视频 请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拜拜